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小矮人 达琳姐姐就会想到白雪公主的故事 那你想到了什么呢 马上就开始说故事咯 本故事由达琳姐姐改编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男人 他的妻子过世了 但是妻子为他留下了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 男人希望女儿可以在健全的家庭中长大 所以他决定再娶一位妻子 这样才可以照顾他的女儿 这个女人也带来了一个女儿 变成了小女孩的姐姐 冬天到了 这里的冬天非常非常的寒冷 好像整个世界都被冻住了 大雪把山覆盖住了 连路都变得白白的 这里下了好多天的雪 季木把小女儿叫了过来 她拿出一件用纸做的衣服 对小女儿说 我非常想要吃草莓 你快穿上这件大衣 到森林里去给我采一篮的草莓 回来给我吃 天哪 女孩说 冬天地上都结了冰 下了好多天的雪 哪可能会采得到草莓呢 而且大雪把一切都盖住了 外面那么冷 我穿着纸的衣服出去 风会钻进衣服里面 灌木也会把这件衣服刮破的 我一定会冻伤的 你还敢顶嘴 季木说 还不快滚 你要是没有采到草莓的话 你就别回来 接着 她又塞给小女孩 一块硬硬的小面包 跟她说 你 这个就带着吃吧 别说我对你不好了 狠毒的季木心里盘算着 小女孩在外面一定会冷死的 这样 她就再也不会回来惹我心烦了 小女孩不得不穿上这身纸做的衣服 提着篮子离开家里了 外面的世界 连一根绿草都看不见 怎么可能会有草莓呢 而且季木还说 要踩一枕篮回来 女孩来到森林当中 她看到有一座小房子 她慢慢地走到前面 里面有三个小矮人 在窗口向外看着 小女孩请求小矮人们 让她进来暖暖身体 休息一会儿 她们点点头 小女孩才走进屋里 她坐在炉子旁的凳子上面取暖 一边吃着那块 季木给她又小又硬的面包 小矮人们说 把你吃的东西分一点点给我们吧 小女孩点点头 她把面包撕成了两半 分给她们一半 大家一起吃了起来 小矮人们问她 这么人的天 你穿着纸做的衣服 跑到森林里来做什么呢 小女孩心情不好地说 唉 我必须踩到一栏草莓 要不然季母就不许我回家了 休息得差不多之后 小女孩正准备要出门 继续踩草莓 小矮人递给她一把扫把说 请你帮我们把后门的雪扫掉吧 为了感谢小矮人们 让她进到屋子里面休息取暖 小女孩答应了 她来到了后门 认真地扫起来 三个小矮人这时却商量了起来 这女孩很善良 又懂礼貌 还把面包都分给我们吃 我们该回报她些什么呢 第一个小矮人说 我让她越长越美 第二个小矮人说 我让她一开口说话 就能从嘴里吐出金子 第三个小矮人说 我愿她被一个国王爱上 最后还能当皇后 小女孩这时 正按照三个小矮人的吩咐 扫着小屋后面的雪 天哪 她看到雪下面露出了鲜红的草莓 她太高兴了 小女孩急忙地摘满了一整栏的草莓 回到了屋里去 小女孩跟三个小矮人道谢 便喊他们道别了 小女孩带着一栏满满的草莓回家去 没想到 她才刚进家门 说了一句话 马上就从嘴里掉出一块金子来 接着 女孩把自己在森林里面遇到的事情 说给继母还有她的女儿听 没讲出一句话 就掉出了一块金子 很快地 家里就堆满了金子 瞧她那不得意的样子 把金子都乱丢到地上 继母生气地说着 继母的女儿在一旁看着 心里又是嫉妒 又是羡慕 哼 有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她也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的好事情发生 于是她就对母亲说 妈妈 她又没什么了不起 只是因为我没有去采草莓 我才没有遇到这件事情 你也让我去采草莓 这样我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吐出很多的金子哟 母亲一听到女儿要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去采草莓 她担心地说 你不能去 这天气太冷了 你出去一定会被冻死的 你可是公主命 她是奴婢命 可是 继母的女儿坚持要去 妈妈也只好同意啦 继母为亲生女儿缝了一件皮袄 亲手织了围巾 要她穿上 又带上了蛋糕 水果 好多好多的食物 让她的女儿可以当午饭吃 继母的女儿走进森林里 立刻向小屋奔过去 三个小矮人一样又坐在窗前向外望着 但是 继母的女儿 装作没有看见 直接把门推开进去了 一屁股就坐在炉子旁边 自己吃起了蛋糕还有水果 三个小矮人互相看了一下 其中一个小矮人走过去说 你把你的蛋糕分一点给我们吧 可是 继母的女儿却回答 给你们吃了我就没有了 我才不想要二肚子呢 三个小矮人不吭声 等到她把东西吃完以后 小矮人递过来一把扫把 跟小女孩说 请帮我们把后门外的血 扫干净吧 小女孩不高兴地说 难道我是你们的庸人吗 哈 你们是不会自己去坐吗 你又不是没有手 没有脚 哼 她知道自己不会得到什么礼物了 便拨开扫把 气呼呼地冲出屋子了 三个小矮人看着她的背影 说道 像她这种自私 有没有礼貌的懒女孩 我们该给她些什么呢 第一个小矮人 气愤地说 我让她越长越丑 第二个小矮人 接着说 我让她一说话 就从嘴里 蹦出一只癞蛤蟆 第三个小矮人 接着说 我让她 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受到惩罚 继母的女儿 在森林里面继续采草莓 但是 她怎么样也找不到草莓 只得生气地回家去了 她告诉母亲 在森林里遇到的一切 但她没讲一句话 嘴里就蹦出一只癞蛤蟆来 弄得大家厌恶极了 继母简直气坏了 她认为两个女孩的遭遇 也太不相同了吧 这一切太不公平了 于是 她把气出在小女孩的身上 她把刚捲好的毛线 往女孩的身上一丢 递给她一个大斧头 叫她去结冰的河上 凿一个洞 用洞里的河水 瓢洗毛线 小女孩不得不走到河中央 开始凿冰 这个时候 有一辆华丽的马车 在岸上驶了过来 坐在里面的国王 命令马车停下来 年轻的国王走到河的中央 问 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气 你一个人在这里呢 季母要我在冰河上凿个洞 用河水瓢洗毛线 国王看她长得这么美丽 不禁对她充满了怜悯之意 便对小女孩说 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吗 我 我很愿意 女孩回答道 因为她早就想要离开继母 还有继母的女儿了 女孩丢下毛线 坐上了国王的马车 他们一起回到皇宫里面 过没几天 就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与三个小爱人许诺过的一样 一年后 小女孩生下了一个儿子 女孩的继母 听说她现在过着好日子 嫉妒极了 有一天 继母带着她的女儿 来到了王宫 假装是要来看皇后的 看到国王刚走出去 旁边没有人 歹毒的继母就抓住皇后的头 命令她的女儿 抓起她的脚 把她从床上抬起来 并且丢到外面的护城河里面去了 接着继母就让她的丑女儿 坐在床上 把她从头到脚盖了起来 当国王回来的时候 想和皇后说说话 坏心肠的继母 赶忙阻止国王说 噓 它发烧了 不能说话 让她睡一夜就会好的 善良的国王相信了 第二天早晨 国王又来看皇后 哪里想得到 皇后张口说话 嘴里就蹦出了一只癞蛤蟆 代替了之前掉出来的金块 国王惊讶极了 他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继母说谎 他说 这是发烧后的缘故 很快就会没事的 夜里 王宫的仆人发现了一只鸭子 从下水道游了出来 仆人居然听到鸭子说话了 小王子在做什么 仆人回答道 小王子正在摇篮里做好梦呢 鸭子在地上打了个滚 变成了美丽的王后 走上楼喂小王子喂奶 并且帮小王子盖好棉被 又变成了鸭子 从下水道游走了 第二天 王后又来了 第三天夜里 他对仆人说 请你去跟国王说 让他带着宝剑 在我的头上连着挥舞三下 仆人飞快地跑去 向国王报告这件事情 国王来了 并且按照鸭子说的话去做了 国王的宝剑刚挥舞完三下 美丽的王后就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鸭子不见了 国王看到美丽的王后高兴极了 他听说了王后发生的一切事情 就把王后先藏到密室里 等着小王子接受洗礼的日子再出来 那天完成洗礼的仪式之后 国王对甲王后说 如果有人做坏事 把别人从床上抬起来 趁着天黑的时候 扔进护城河里 王后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惩罚他呢 凶狠的继母说 可以把这个坏蛋 装进里面盯满钉子的木桶里 让他从山坡滚到河里去 好 就这么做 国王对继母还有甲皇后说 你们已经为自己的行为 做出了判决 国王马上命令人搬来了一个这样的大木桶 把继母还有他的女儿装在里面 并且把桶盖钉死 这样让桶子从山坡上一直滚 一直滚下去 滚到河里了 故事说完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个善良的人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哟 坏继母还有她的女儿 就是因为非常的自私 而且不愿意帮助别人 不愿意分享 嫉妒心又很强烈 不懂得祝福 所以没有办法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都要提醒自己 当一个善良的人哟 达琳姐姐也要去睡觉咯 小朋友也赶快睡吧 我们下个故事见 晚安